好,今天第一次嘗試開箱 要開箱的東西是大卡波波 這個東西 那我們家用電容的牙刷已經用了好幾年了吧 然後我們家用的是 這個牌子 那這隻是我的 然後三米姐的已經用到 電池好像續航力變很差 所以我們一直在看 有沒有可以取代的電動牙刷 然後就看到了這個 經濟型的電動牙刷 產品包裝大概就是很簡單 裡面的彩合比較好看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也還沒有用過 所以就先開箱來看一下 這樣一隻 說明書三個 牙刷頭 主機充電線 就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是牙刷頭的那個 套子 就這樣 很單純 那因為這個是經濟型的電動牙刷所以 我覺得包裝這樣也還可以啦 就簡單 然後 看一下這個刷頭 看到嗎 咦 這個毛還蠻軟的耶 應該就這樣裝吧 它要選一下 它是用轉的 它是用轉的 聽得到嗎 這是救護車模式 它的模式有 亮白 清潔 輕柔 拋光 按摩 很多種 還沒有用過 但這個聲音聽起來好像 還蠻不利用功的 我覺得 可能 也許還不錯 這第3種 第4種 這是第3種 第4種 這個聽起來 有點hyper 然後其實這一支牙刷 他們在打廣告的時候 我有注意到 因為很多部落都在 在推這一支嘛 最讓我有興趣的是 它充一次電 號稱可以用 半年還是一年 這種舊的牙刷 終於是電大概 兩個禮拜左右吧 它應該就會沒電了 然後這兩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點是在於 它充電的方式不一樣 看這支新的是 長這樣 是插USB 一般我們看到的都是這種 無線充電的 那無線充電的好處就是 它很方便 你不用 插線 然後 濕濕的時候它也可以用 因為它是防水的 但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這個 屁股 看到嗎 這個屁股就是會長汙納垢 會黑黑長長的 然後因為我個人有點小潔癖 所以 我的牙刷 在這個 上面 跟這邊 這個是橡膠的 這樣的情況下 是看不到 那個 黑黑髒髒的發霉的狀況 然後 三米姐的 看起來不太理想 爛爛的 所以想說 先幫它換一支 這種牙刷 試試看 那如果好用的話 我自己再補一支 進來 那這個價錢 在Momo看到 好像只要 1300左右吧 非常便宜 如果以電動牙刷來講的話 它真的是 超經濟型 實際上好不好用就 等用了才知道 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 我覺得啦如果 用一年壞掉我也覺得不會心疼 它刷起來 好不好 看個人感受 那些 什麼數字 幾萬轉 有什麼特殊的功能 那些我覺得都 不是太重要 因為 就算你用再好的 電動牙刷去刷牙 姿勢不對 或者是方法不對 其實都沒有辦法 把牙齒刷乾淨 這個你要問 牙醫師的話 他就會跟你講 不是用比較貴的電動牙刷 牙齒保健就會比較好 今天開箱就到這邊啦 那第一次開箱我也不知道會不會 把它分享出來 也許看影片回播的時候覺得自己很蠢 那可能就不會 放出來了 就這樣 我剛剛去刷牙了 因為蠻好奇的所以 就開箱完之後 立馬去刷牙 發現跟舊牙刷相比有一個很不錯的地方喔 就是你看這個 牙刷頭 它沒有洞洞有沒有 它唯一的 孔洞在這裡 這是歐勒畢的 它這邊有一個洞 背面這邊有兩個洞 牙刷頭 它雖然是消耗瓶 但是 它這些 只要有洞的地方 你每次洗完 刷完牙之後都要 用水去 從屁股沖 從這邊沖 或者是從這裡沖 它才會 很乾淨 不然的話它會有一些 垢留在上面 然後久了之後會 看起來蠻噁心的 這一種型的牙刷 我覺得剛剛用完覺得 很不錯的地方是 它結構就這樣 很單純 就看起來都是沒有孔的 所以你刷完牙之後 這邊只要 像一般牙刷 你把它沖乾淨洗乾淨就好了 屁股這邊 稍微沖個水 應該就乾淨了 因為它沒有太多的孔洞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可能會比 這種的 來得好清潔 牙刷其實是很容易 藏汙納垢的 這個東西就是放在嘴巴裡面的刷牙 覺得 還是 簡單可以維持 清潔的話 會比較好 刷的時候我覺得 之前這一支是 比較機械型的 它這個頭會這樣轉 它是左右轉 這種的話就跟 菲利普比較像 它是音波性的 好像還蠻強的 因為我剛才用完之後我現在操作的時候它會噴水 它震動還蠻強的 然後我在刷的時候感覺刷面 碰到牙齒的話 有點 酥酥麻麻的 整體刷起來我覺得還不錯還蠻舒服的 刷牙的時候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還沒習慣說我覺得舊的 這樣子刷的時候你牙齒 大概就這麼大顆嘛 所以你刷這樣子刷這個面的時候覺得很好刷 換成這個時候我覺得它一次包覆 我還不太習慣 但是 第一次用感覺還不錯 對那如果後面 還有在拍的話或者是 還有其他心得 我再分享給大家看 好先這樣